大家知道吗 在古代 青铜器刚做出来的时候是金灿灿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 也还原了曾侯以编中原本的颜色 一起来看一下 这就是铜和锡按照一定的比例 之后形成的青铜的本色 它是橙黄色的 曾国的工匠 他为了尽可能地美视它 在下层的大宗的中瓣上 创造性地用红铜制作了一种龙的图案 然后在焦住这个青铜的本体的时候 把它看在模子里 把它做出来 这样橙黄色的青铜本体 衬上深红色的龙纹 十分地漂亮 编中出土的时候 您当时是亲历者 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给我们描述一下 非常震撼 当时1978年年初 我还是湖北省光华县文化馆的 一个青年干部 这时候需要抽调我们管一个人 去考古工地 我第一次听到考古这两个字 又问怎么样 苦 因此我最年轻 那么你去磨练一下 所以我就到了了 曾后云云墓的发泄工地 没想到第一次去考古现场 就去了一个这么大的地方 这是1978年 当时是编中出土的时候吗 这个墓葬是一个盐坑数学墓 就是直接打下去的 它是在一个岩石上 凿着一个墓穴 因此它常年就形成了一些积水 我说这像个游泳池 那这个边中我看 好像还有一个中架子还在那儿 对 当然 因为这全部是水 需要把水平稳地降低水位 因此用了一个潜水磅 那么给它水逐渐地往下落的时候 我当时看到在墓的一个角落 有一个木柱的端头露出来了 在摇摇晃晃 同时暗暗地看到这个棕石 有三条木头 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 随着这个水逐渐地降落之后 就可以看到那边那个样子 一个完整的一套编钟 呈曲齿形的香蕉 像两堵墙一样 两千四百多年 一直是静静地站在水里 对 静静地站在水里 就等着重见天日那一天 是 所以从此我认识了边中 了解了边中 参与了边中的发掘 随后我这几十年 一直在研究边中